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他不是没有设计 当他觉得郭台铭对他的威胁已经形成了相当程度的危机的时候 他会立刻透过发表五项声明 比如说像上一次郭台铭被颁发了同志荣誉状 郭台铭在中国国民党的中常会宣布要参选之后 他立刻从美国回来用参选声明抨击 郭台铭跟吴敦毅跟马英九跟郝龙斌等人的 那个被传说的默契是权贵的密室协商 他立刻翻转了 他可能已经没有办法参与国民党的总统选举的劣势 昨天他为什么要陆续的接受访问呢 他明明是高雄市市长 他在高雄市议会接受质询 他漫天胡打 而且他的理由还是说要让民进党执询他的议员可以容易剪接 任何一件事情他的回答后面都是高雄发大财 他胡讲一通 因为他所专注的是郭台铭昨天上午跟吴敦毅的吴国会之后 郭台铭所抛出的三点主张 而这三个主张是郭台铭要求国民党要有一个民主的初选机制 韩国瑜经不起民主初选机制的考验吗 他接受天下杂志访问的时候说 他如果被征召 他就愿意参与总统选举 如果赢了 他要把首都搬到高雄 朱立伦说台北是首都 这是全民共识 王金平非常了解韩国瑜 王金平说 哎呀这不过是想想而已 国安人士说 首都在台北是反斩首的一个重要的部署跟设计 一旦首都要移到高雄 那么整个的这个设计是耗费巨资 而且耗时费日根本不能立刻打到 那韩国瑜的目的是什么 是欺骗韩国瑜 他用89万票所得到的高雄市的市长的高雄市的选民吗 高雄的选民吃这一套吗 今天网友有说 哎呦韩国瑜这样说 好像娶了小三 还要住在原配家一样 那韩国瑜这样子做总统 还以高雄作为首都中央地方 一把抓 他不是成了天皇天后了吗 这样的人做台湾的总统 你相信吗 国民党的郭台铭 他可以任凭这种人 作为他的对手 而赢不下来吗 韩国瑜批评郭台铭 说他管理集团不向治理国家 他自己呢 他自己连市议会都搞不定 今天蔡英文总统也算他说 他先把市议会的打群给做好吧 他自己是卖芭蜡的 是卖水果的 是卖高丽菜的耶 他还嫌人家 郭台铭是管理集团 不能做总统 至少郭台铭是跨国的总裁吧 不过郭台铭自己的困难也非常多 他的威斯康星州的投资 被美国的媒体拍照到 仍然是空空如也 他的富士康集团 在中美贸易战之下要怎么存活 他选总统到底是为了中华民国 台湾的人民 还是为了救他自己呢 这些问题都需要答案的同时 我们看到中国的政协主席汪洋 他居然吃台湾媒体人的豆腐 叫台湾的媒体要帮忙 一国两制 和平统一台湾的媒体人 居然没有人敢当场呛吓 这些媒体人真是窝囊透顶了 来我们介绍今天的来宾 辞呈媒体人林玉慧小姐 柯姐好 大家好 欢迎你 经济党的发言人陈伯伟 大家好 谢谢 我常常想把你讲成李伯伟 还好刚才讲陈伯伟 民进党的副秘书长许嘉卿 大家好 继续为各位介绍 民进党立法委员仲嘉宾 大家好 欢迎台北的新北 国民党的议员叶元支 柯姐好 大家好 欢迎你 继续为各位介绍 昨天在高雄市议会里面 让韩国瑜又大发雷霆 而且他还被议长电万死 你们的议长为什么这么不喜欢你 因为你比他帅嘛 好 林志宏 郭姐好 大家好 好 我们来看看韩国瑜说 他如果当选总统 要把首都签到高雄 首都表态愿意接受 征召选总统 速度强调不主动参选的韩国瑜 终于松口了 万一真的因为党要征召我了 给我选上总统 我还是要在高雄上班 而且这边就有总统府南部办公室 就在里面上班不就结了吗 任何情况下我都不会离开高雄 总统在高雄办公不是只有一个人 而是所有总统府的那么多的人 那要怎么去搭配 那真的是欺骗我们 我认为他选总统不会上班 不要好高务员 接我来看我来 绿委系列直呼都是假 但韩国瑜铁口直断 有一个对手还没出炉 2020以现况继续走下去以后 最有希望的 最有希望的是柯P 我断言柯P一定会出来 一定会出来 大家都觉得他会出来 一定会出来 好这些韩国瑜呢 他昨天其实是危机处理啦 因为郭台铭已经正式的这个 在跟五对一见面之后 他开出了三个条件 其中有个条件就是要辩论嘛 而且他希望手机加入民调 那在这个新闻呢 陆续的韩国瑜被压制之下 再加上上个礼拜 民进党啊 时代力量的议员 在议会里面让他出糗 他的民调也下跌 所以他昨天就赶快的 接受访问呢 来做这个危机的处理 那所以他早上在议会的时候 是心不在焉 对不对 志宏 那你这个咨询他的时候 他是怎么答复的 每一件事情都发大财 最后连议长都欺负你啊 你们议长欺负你 这个第一届的高雄市议员 是不是 我们回顾一下那个当时的场面 是 其实昨天在咨询的时候 我们是从这个地方建设出发 因为我自己是凤山区的这个议员 所以凤山是现在高雄最大的行政区 人口最多的行政区 所以说有三十六万人口 韩国瑜市长就任之后 也把他的市长办公室搬到凤山 所以我第一个问题问他说到底你对凤山的都市想象是什么 第一题问这种是一个大方向 很具体的想象 因为既然把办公室搬过来 就应该要有一些整体的都市规划的想象 但是第一时间他就说他不回答 请民政局回答 后来议长跳出来 护航一直认为说我要刁难这件事情 奇怪 我只是扮演一个议员 应该有的职责 把地方的声音 从未来的都市的发展提出来 先不论议长的护航这件事情 韩国瑜市长 他面对我第一个问题的时候 他直接请民政局长出来代打 这个是完全的错误 我讲都市想象 他连这个局处负责的业务都搞错范围 应该是要请都发局长代打才对 然后他谈回来这个护航 其实昨天其实我们大概有三四度的 跟议长之间的这样的争取 这議长怎么这样不客气 议长跟议员 其实都是监督市长的角色吗 这个议长怎么会跟议员作对呀 对 其实我们在议会里面都尽量是保持和谐 不要跟议长起冲突 可是昨天那种状况就是 第一个 这是法律赋予我五十分钟的质询的权利 所有的内容 我们所谈的事情 都没有超过市政的范围 都是我的选区凤山 都是高雄市他所了解的状况 那可能是因为市长 他本身把心中那一道墙足得很高 他没有爱与包容 他不想要跟议员之间对话 所以为什么突然他想要选总统做危机 出疑我后来理解了 因为当总统不用背询 不用被人家检视 他的到底对于这个这个市政能力 或国政能力到底到哪里 所以他一直想要积极地去转换 跑道去选总统这件事情 所以所以整个状况就是这样的速度的交锋 之后其实我一直跟议长表达 就是说这是我的咨询时间 是法律赋予我的权利 我们本来就有这样的咨询时间 那议长不断护航 我也跟议长表达说 如果你要讲话没有关系 我可以跟你对话 可是我看议长后来对你不客气 对 因为我一直请议长说 请你停止时间 这是我的时间 不可以占用我的时间 不可以拖我的时间 我认为说议长的角色 和法律赋予他的权利 本来就是一个维持意识中立 维持意识顺畅这样的职责 而不是干预意识的进行 所以我昨天其实扮演 就是我其实很理性客气的要求说 请把时间暂停 我跟议长对话没有关系 不要赞议我咨询市长的时间 对 你讲的很有道理 他昨天每件事情都是叫局处首长打 然后就最后讲高雄发大财 他还说理由是让你们可以剪影片 你们剪他高雄发大财 其实我昨天晚上深夜发那个 我们咨询的脸书片段 没有什么剪影片 就是全部把它放上去 我们咨询凤山的议题 凤山都市文理的想象 以后要怎么发展 我的建议地方的反应 有什么道路的问题 应该开辟等等 这些都是地方的民众的心声 那我不太理解说 为什么韩市长要如此的秀下线 就是完全摆烂 就是说高雄发大财 高雄发大财 高雄发大财 后来还有一段很有趣 就是我请他喊三声高雄发大财 那议长跳出来说我帮他喊 议长就说高雄发大财 我就说那一掌时间请暂停 你可以讲话这样 那议长就喊了高雄发大财 喊三声 我说谢谢议长 我继续咨询 这样子的高雄市的市长 高雄市市长连跟议员的质询 都没有办法做出一个领导 对这个高雄市治理的这个论述 他还要做总统 而且他还把总统府搬到高雄 那很多人开玩笑说 他现在在高雄时间也不够多 大部分时间也不在高雄 就职之后这个常常在出国 而且还这个到处走来走去 所以要请教一下柏伟高雄他如果选上 那他要把首都搬到高雄 这个对于高雄的不喜欢他 或是反对他落跑的这些市民来讲 可以买单吗 可以接受吗 那他把台北这个首都给牵走了 那台北的市民很多啊 那台北人不会生气吗 那台北人就不投他了 那所以这相对来讲我不太懂 他要的到底是什么 这个他是耍宝还是他真的有想法 要把高雄成为中华民国的首都 我实在是很担心 因为他是一个有不良记录的放养小孩子 那其实首都机能分散化 是台湾激进的这个正刚之一 就是说我们首都现在太密集 钱啊人才啊什么都在台北 我们某种程度把它机能分散化 可能会对台湾好一点 那今天这个东西被他喊走之后我想以后这以后要喊这句话的时候就会想到啊韩国瑜讲过他骗了 他其实他很多东西都学我们 比如说台湾全台湾人都欠高雄人 过去国民党长一执政的那个土地分配 这个也被他抢走 我在选前我也讲过 我们很担心是一个其实利益良善的东西 被他喊走 希望大家不要被骗 然后再来是 他说这个签办公室 他也没有提到要签首都 其实他说他签办公室 自己签过去 他其实在高雄也做过一样的事情 可是我要请问大家 他签办公室造成两个后果 第一个其实市府还是在四维路没有变 就签到凤山 刚才志宏说的 再来就像刚刚许智杰委员讲的 他说如果你个人过去到高雄的话 那你的团队怎么办 现在只有一个人 他自己韩国瑜 从四维路跑到凤山去之后 整个海洋局被他赶到一楼大厅 喂蚊子 那你现在总统要搬过来 那你要赶谁去去礼堂 还是去公园上班 这个东西都是你要配到桌子 不是讲讲而已 不过他为什么要讲讲而已 因为他讲讲有效 其实从他的 因为他的自媒体 他的媒体群 还有他的兼真网军 昨天我们看到林志宏的质询 其实我还是蛮佩服年轻议员 有这个勇气跟议长 一身长一身短 不过实际上是他的 他的网 他的网络的声量 依然环绕是什么 林志宏在刁难 然后你的那个大一幕没有剥碎 他才要带平板什么什么这个算是整个议会都在弄他 然后他是很很卑微的 然后很配合的喊出高雄发大财 可是实际上不是这样子 实际上他是一个很不理性的行为 我要请问大家 你们还记得韩国瑜是怎么红的吗 他是在北农 唐北农总经理的时候 被王世坚咨询 然后他一句长一句短 然后跟着月亮走 然后突然人家这个人口才很好 东西又回答得出来 数字又明确 那他现在这个情况要么不是他一年内失智 要么就是他们现场议员 他故意要跟他们作对 那就只有这两个选项而已 我故意的 我要重建府会的秩序 我现在是国民党当家 议长会还有市政府 都是我国民党的人 你们民进党要听我的 要等我说完高雄发大财 你们才能发言 他就是瞧不起这些市议员 把这些民进党的市议员踩在脚下 所以他这个是非常遏制的行为 非常非常遏制的行为 今天那个国民党议员 还叫大家给他拍拍手 所以最后我要讲 没可调的议员 选前他签办公室这件事 还有一个问题 选前他讲什么 他说政治零分 经济一百分 我们要选美国 一样把政治中心放在华盛顿 经济中心放在纽约 那你今天说 要把政治中心放在台北 经济中心放在高雄 结果你总统又要来高雄上班 他自己要面对自己 这些历来说谎矛盾的事情 太多了 有的时候我才是觉得绕着他议题 他神经都被他弄到有点错了 不过他昨天的这一段话 也引起了网络的媒体的注意 要不然早上就是只有吴郭惠 对不对 郭台铭昨天还讲得非常的 这个潇洒 非常的这个尊重民主的机制 说要辩论 说要有什么其他的手机的民调 他都郭台铭做出一副光明磊落 接受大家挑战的样子 那当这个新闻全部都出现 在郭台铭的国民党的总统初选的时候 韩国瑜他扭转了自己的危机 因为他被像林志宏这么年轻的议员直询 他只会讲发大财 不管他怎么的反制 对他也没好处 所以他赶快接受访问 那接受访问说要把首都迁到高雄 他是有设计的啦 这个语不惊人死不休 那这个人家问他说 那他这个把首都迁到高雄 那外宾来台见总统 难道要去高雄吗 他说飞机转小港机场不就好了吗 总统也可以搭高铁北上 上台北 这都是技术问题 最困难的是在心理跟思维模式 那这个治理不是心理跟思维模式 治理是管理 管理有空间 有时间的设计 很多国家都签过首都 那签首都的过程里面有哪些困难 你就算是签首都 你要拿出一个白皮书 要大概几千页的power point 不是你嘴巴胡乱说一句 你又不是在卖拔辣 他把每一件事情都当成 在菜市场里面在那边画给 那这个他说 所以就被人家 这个今天的网络上面 把他笑翻了你知道吗 说他当总统 当总统办公室设在高雄 那今天的经济生命令在南部 假使今天中华民国总统 我就扎扎营在高雄 可是他刚刚把蔡英文总统的高雄办公室给拆了 这倒是一个新的这个发展 换句话讲 他的每天的说法 都是因为他个人的政治上的需要吗 我们来看下一张 这个为大家所做的这个说明 跟人家吹牛说他要 这个漫威公司要给他拍 现在复仇者联盟4 全世界最了不起的这个影片 他居然说他是漫威下面的这个 要给他拍故事 还说他是一个传奇故事 他讲到好像非常相信 他自己真的就是成为新的一个这个传奇人物了 结果漫威这个公司方面说 他们没这个消息 他们的消息是原来是公关公司说的 公关公司说的这也不是第一次 反正韩国瑜他讲的话就像放羊的小孩一样 可是这个放羊的小孩 他的支持者并不以为意啊 连他的这个国民党的议员都可以叫 他的官员们站起来拍拍手 你不是觉得像小学生一样吗 这个答复咨询这个很幼稚 那叫官员为市长拍拍手 这个简直就像失智的这个老人 或者是像白痴一样 本期在市政总执行 只是此刻 给予市长最大的免疫 以赞许 市府的成效卓业 非一日之海 进行一会的 取处长 主委 前提请起立 请起立 我们给市长一次的拍手鼓掌 请起立 麻烦一下好不好 我们拍手鼓掌 好请坐 谢谢大家热烈的掌声 这个高雄市议员叫王毅雄 他也是第一届吧 是不是 这个国民党籍的议员 令人想吐 那请教一下嘉青 以前国民党 你们在台北市 你做议员的时候 国民党议员有这么没格调吗 还拍拍手 拍拍手给他所监督的这个市长 拍拍手 官员还站起来拍拍手 据说只有一个王俭秋没有拍手 王俭秋因为是新闻媒体人出身 恐怕还不太习惯这种马屁 可是不是很好笑吗 那韩国瑜按照他的习惯 按照韩国瑜一例 从他这个选举一直到现在 他应该转过头来骂他们 你们这些马屁精 为什么要拍手 对不对 那个这个应该保持 你的基本的官员的尊严呢 他为什么不骂呢 过去在议会里面 那么市长呢 如果能够得到拍手的 通常是因为议员肯定他 有议员拍手 如果是市长被自己的这个局处同仁拍手 我实在觉得这个高兴不起来 那就拍马屁啊 是嘛 所以居然有议员荒唐到这种地步 在议事清里面 你的角色是监督的 对 你的角色是要去替市民看紧荷包 替市民来帮市长把螺丝拴紧 那结果这位议员呢 我觉得国民党从此以后被韩国瑜这样子玩 很多的政治逻辑跟很多的民主原则 大家要重新 我们看清楚他叫王毅雄 是 那这位刚刚当选的原住民这个议员呢 显然可能也是搞不清楚状况 因为前几天呢 这个韩国瑜给这些在野党的议员 大大的下马威之后呢 他现在马上就见风转拓说 哎呀 那我们应该要做球给学这个许昆源 议长嘛 对不对 我们要做球给市长啊 给他拍拍手啊 跟他一起喊发大财啊 发大财啊 发大财 整个市议会呢 就演得像个马戏团一样 那我觉得台北台北市民看到这一幕 心里一定很庆幸 说过去柯P呢 已经够撩脸了 现在一个高雄市的韩国瑜还更离谱 那到目前为止呢 过去哦 如果说在台北市有谁做得好 那得到肯定一定是来自于议员 因为议员代表是全部的民意嘛 那像昨天这个林议员在咨询的时候 被韩国瑜这样子 我觉得他是崩溃了啦 他是不知道怎么面对 就精神就失控了 那在这种失控的状态之下呢 老实说他只好用 这种好像 我觉得连我 我如果拿我儿子跟他比 我会侮辱了我儿子啦 就是说 这种小幼稚园的小朋友 在死性子的时候呢 就说你越这样我就越要那样 你越这样我就越要那样 那这样子演出来的结果是什么 是让全国的人民都看得很清楚说 那你韩国瑜就没有料啊 他用这个方式来 来这个遮蔽他这个演示 他被 已经被这个所谓Google跟Yahoo 不是把他说草包跟韩国瑜已经 已经是同一个字眼吗 他是来这个遮羞吧 是那昨天老实讲已经准备平板 也没什么关系嘛 你做小超或平板 我觉得这都理所当然 本来你就是要有些资料补充嘛 我觉得理所当然 接下来我要建议那个志宏啦 既然你现在当高雄市议员 我觉得你也不要问韩国瑜了 接下来都不要问韩国瑜 你通通把一个一个局处总长叫起来问 问什么呢 问说市长跟你开启智慧 他交代来什么事情 请你说明出来 对不对 然后一件一件问说 那这件事情 请问市长交代了没有 看这些局处官员怎么回答 那如果局处官员都答不出来 那不就好笑了吗 那你市长未来还要继续叫 我请局长回答 我请处长回答 我请 他现在就演这一招嘛 这个市长将来他不要悲许 他要做总统啊 是 就是昨天这样子的一个荒腔走板 让人家看出来说 他一切都是没有准备 包括连对总统这样的一个角色 他搞不清楚说 他以为只要他一个人移动就好了 他不知道总统 他有整个国安的团队 他不知道他这个 斩首的这个安全护卫 是一个多么严密的设计 他以为他只要设一个办公室 那如果他真的需要 这样子做的话 他如果真的要南北平衡的话 为什么他上上个月了 两个月前 又把那个南部总统办公室给拆掉 对 把蔡总统的这个 南部的办公室给 他就自打脸了嘛 拆掉了 就是所谓的反斩首 这个是国安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行动计划 这个叫做万军计划 那一个国家的体制跟一个国家的首都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这个行动管理跟治理 那即使你要有这样的一个规划 也不是你一个人说了算 而且你必须有一个非常精准的论述 跟这个执行的行程 他不是他高兴就这样子乱讲一通 讲完之后他还说他自己是个传奇故事 人家给他拍电影 柯姐我讲最后一句话就好了 我真的要拜托国民党的同志 真的回去好好的做一些SOP给他 参考一下 不要做过这个执政台湾六十年的国民党 总统府是一通怎么样的建筑 他有什么样的设计在里面 他有什么安全的考量 这个都是已经配套过的 居然韩国瑜现在可以信口开合说 我就一个人在高雄办公就好了 然后因此高雄人就要买单吗 这个才是最大的欺骗 这个问题就是说 这个我们要详细的把他的 其实韩国瑜他如果不选总统的话 他做高雄市长长一些他的缺点 然后慢慢的熟悉市政 然后进入情况之后 搞不好他还可以成为一个 还可以的这个政治人物 可是因为他想一步登天 然后他一步登天的这个过程里面 他又扭扭捏捏 这个想选又不敢选 再加上突然又出现了一个 这个他的挑战者叫郭台铭 所以他就被献出原型了 他这个想要然后郭台铭拿到了这个门票之后 他又开始批党中央 批完党中央拿到了初步的门票 他又怕人家叫他去参加辩论 叫他参加初选 他又说只要我征召我我就去 然后他累积他的声量 可是他就多次展现出 他根本就是一个没料 草包根本就没资格 他连做北农总经理 我都怀疑当时郭隆斌怎么会找他这个人做 真的彻底 台湾人你要看清楚这个彻底没料的人 我才不相信这种人会当上总统呢 好 这个打造他作为英雄 这个就跟过去他所做的每一件事都一样 什么要做赛马场 他跟人家香港赛马会谈过的 结果不是是前任的赛马会的会长 什么要赛车 好像也跟人家谈了 后来又说飞机降落不下来 也不是 他做的所有事 你的爱情摩天人啊 你已经搭选了多久了 迪士尼乐园已经自己也承认了 该不成了 所有的事情都是忽然 都是骗人 都是嘴炮 然后你还好意思 现在变成漫威英雄 漫威公司说毫不知情 然后呢他还说有个合作者 对方觉得我的故事很神奇 他们想要在漫威来发表我的故事 那这个结果后来发现怎么回事呢 原来接洽的人 这是高雄市政府 今天正式承认的 立家公关公司 是一个公关公司 这个接洽的人是前漫威成员 前漫威成员 那我先讲完介绍一下 现在是AAE执行长David Martin 对方的目的是来洽谈合作设立 漫画游戏孵化器 这是做一个产业链 漫画游戏的一个 一个育成中心 那这还不错也 这个不是为韩国瑜个人而设吗 他是为了漫画游戏业 因为台湾的电竞产业本来就不错 那事实上其实台南不是也有电影的这个 一个特别规划区的设计吗 盼未来能带动高雄成为亚洲漫画制作最强的孵化基地 其实新北也有了也有这样的基地 那这个结果就不是这么回事 那到底呢 他是公安公司的CEO在前漫威的人还是漫威的人 为什么他想的都是这样呢 他每次一个事情是零被这个韩国瑜想到他的脑袋里面就立刻转换成100 他自己还没当上这个候选人 他就已经说要把首都搬到高雄 因为他昨天认为说林颖元是在蹭韩国瑜的热度 认为我们所有人要去讨论韩国瑜被韩粉攻击 都是因为我们想要去蹭他的知名度 其实他这个才是真的想去蹭漫威的那个热度 因为漫威最近的《复仇者联盟4》 那其实很多的朋友都看过 那最近这部电影还是在电影院里面非常非常的红 如果大家了解漫威的话就会知道说这是一部大概从2008、09年就开始 从钢铁人开始 他这是一系列的电影 电影非常非常多部 我觉得其实台湾人喜欢漫威的人非常非常多 喜欢漫威英雄的种类 因为他也非常多 可是从来没有一个英雄是以说大话 然后这个完全没有标的 然后整天就胡乱讲话 这样子来作为漫威英雄 所以昨天呢 当他这个讲完漫威英雄 漫威要来找他 要把他的故事要来这个发表成为他的英雄故事之后 网络上面就一片 是唬烂侠吗 还是说谎人呢 还是发大财队长呢 这些在网络上面其实是讲得很好笑 那这个AA1呢 其实是简单来讲 就是一家公关公司 的确这家公关公司呢 他有过去有一些帮漫威画漫画的人 曾经待过这家公司 所以他们有他的部分作品 但不是漫威公司的旗下的子公司 那所以因为人家来到高雄 希望说有未来有合作的机会 所以就带一个奥米亚 就是带一个礼物伴手礼 送给他 送给他就是那一张图啦 那那一张图真的看一个影就死 他就认为他就是那个 对他就要去演了 中华民国队长 不是他那个叫发大财队长 在网络上面是叫他发大财队长 那他就真的以为他可以是发大财了吗 所以这整件事情其实就是又是一个乌龙 那这些乌龙啊 我接下来要给各位看这个数据 这个电视台还真的就这样当成真的耶 这家电视台不是专访他吗 说全台第一位漫威找上门 将把韩国瑜故事画成漫画 那你今天不是被打脸吗 他后来新闻抽掉了 是哦 因为是假新闻不好意思 因为秒被打脸 对不对 这个市长天天在那边 自己在那边自我想象 我给各位看一个数据 这个是最近很流行的 这个在网络上面统计的数据 这叫QuickSeq 大家如果去脸书上面 大家就会看到 我现在给各位看的这个表示正面声量 正面声量呢 当然是一到五 这个是五是最高 那一是最低 那韩国瑜的正面声量 二 一 二 一 二 就是说他的正面声量 其实是相当低的 好 那再给各位看到这个红色呢 是负面声量 负面声量 负面声量 韩国瑜是 哇 四 然后这三 这些其实都是非常非常 对他来讲 他要的就是声量耶 他们有色根本不管正面负面 反正用声量去骗人 这个其实跟柯文哲也有相 类似的这个行为 那但是我觉得对于高雄市的八十九万市民来讲 我觉得最不公平的是 你到现在高雄市 你到底有几堆灰 我也出来好吗 没有 那一朵花都没有 你出来的就是漫威啊 F1啊 跑马啦 全部都没有做到 完全都没有做到 全部是把蜡票 好这个啊 迪士尼 不惜代价争取迪士尼 然后这个当选之后 说不是想盖就盖 阿诺到高雄演讲 今年不会实现 哎呀 未来年也不会实现了 爱情摩天轮 施政报告根本没列 高雄赛马场不宜贸然实施 F1赛车长 赛车需要用波音77运送 高雄机场太少 太小 太平岛挖石油 有主权问题 这个案子动不了 我的天哪 这个啊 他什么事情都是 其实他就是个骗子 诈骗集团 哎你们这个国民党 还要这样的一个 总统候选人吗 我告诉你 我现在觉得 郭台铭比他有料多了 但是郭台铭因为 自己的富士康问题也很多 所以呢 你们的总统候选人 朱立伦还是有希望的 我认为朱立伦 还是不要放弃 比较正确一点 朱立伦今天早上 有开一个记者会 提出他很多 他的想法跟证件 朱立伦是现在 国民党候选人里面 非常认真负责提出政见的 是唯一一个 只可惜你们党主席 对他这个并没有青睐 对 那我还是想说 帮韩国瑜讲一点话 你还要帮他讲话 你帮他讲话 小心啊 你的良知在哪里 因为毕竟 毕竟韩国瑜他竟然是我们国民党的 原知你的良知 因为郭姐 我觉得这种 就是大家看的角度不一样 他在那边话 怕唬烂 乱讲话 首都签到高雄 你们的这个 朱市长都说 全民共事是台北 然后他那个跳票这么多 连个漫威的这件事情都是假的 他知不知道漫威是什么公司 他是 因为我刚刚看他 他讲的原话 他就是说漫威公司 来了一个合作者 这不是漫威公司 他不是说漫威公司 来了一个员工 他不是漫威公司的人 人家那个人根本不是漫威公司 他是前漫威公司 他说来了一个合作者 就是说他的意思 可能是说有一个人 他跟漫威公司合作 就是指这个人 然后他现在想要 人家拍他故事啊 人家是要做一个什么漫画游戏啊 这个有点类似这个动画电影的孵化器嘛 是要在高雄设立这样的一个育成中心啊 结果他把他当成要拍他的故事 他会不会有点自恋狂啊 我觉得韩国瑜有这个倾向呢 蛮危险的 因为他们两个讲话 我们没有在旁边啊 我们就要解释他的讲话呀 说不定那个人真的有这样跟他讲啊 我也不知道 除非跟他讲话那个人出来否认嘛 所以我们也不知道说 到底他有没有提到这一段啊 我个人是比较相信说 韩国瑜韩市长不会唬烂这么夸张 就是没有这件事情 他可以无中生有 我个人是比较 有啊很多事都没有 他到无中生有 最后都没完成啊 那我我觉得像现在 因为高雄 我们从新北市啦 看高雄市啦 我是觉得高雄市现在的府外关系 逐于一个比较冲突的 那侯友宜跟那个议员的关系如何 侯友宜跟议员关系不错 他是对议员都比较客气 是民进党议员对他放水吗 也没有 民进党议员对他也是蛮凶的啦 那他怎么可以像韩国瑜那样子 不像韩国瑜那样子 比较没有采取这么对抗的方式啦 那我们的议长 其实像志荣兄遇到状况 其实他遇到两个状况 一个是议长的状况 另外一个是市长跟他之间对答的状况 那议长的状况 我平常听讲 我觉得议长会在他的质询时间 忽然差大的话 是比较罕见啦 不太对 不正确许昆元议长 你错了 因为通常我们质询的时间 我要干嘛 我扮小丑 我讲笑话 我要唱一首歌 那都是我的 我高兴要怎么样 那我个人负我政治责任嘛 我的选民他会来 责备我 或他来赞同我 这我个人负责任 但是不应该由别人来 介入到我的这个时间里面 所以坦白说 这个议长的那个部分 我是觉得比较罕见 还还不错 你得良知回来了 这是真的 像我们 我们新美市的议长 就不是这个方式 我们新美市长是对民进党 比较客气 比较客气 譬如说像有一次我在议会 我跟民进党人吵架 民进党的五六个轮番骂我 然后我才讲一句话 我要举手第二次 他就不让我讲了 那我就觉得你怎么都不公平 那他们私下就说 我们当家不闹事 我们是执政党 我们的重点是 我们把预算给通过就好 那让民进党骂个够 你小心许亏议长会骂你啊 没有 我觉得就说 这个是我们的新美作法啦 但是对于就是 众兄跟韩国瑜之间的对答 我认为啦 就是双方一定有一个恶性循环 因为他不是 你不是第一个咨询他的人 他已经在议会接受咨询 很多天了 那他自己签住啊 前面是他自己表现不好啊 自军线也不知道 桥头科学员员区也不知道 自己跟春纳也不知道 什么都一问三不知 一九五不知道 一九六六专线不知道 一问三不知 被人家揭开了这个真面目 然后大家都笑他是草包 结果他找他出气 可以这样吗 因为我觉得 韩国瑜韩市长 他现在可能有认为说 民进党议员就是要找我麻烦 比如说在您之前 好几个议员嘛 都故意问他一些小学生问题 然后甚至自己都没有准备好 比如说问他说敲头科学员区的最大地主 姓什么叫姓什么 然后他说台唐 原来是姓台名唐 就是说那个议员 故意这样问问题感觉 他就觉得说你问我这个到底是 你真的是想要给建议 或者是说我哪里做不好你指出来 或者是说你 他不觉得 他觉得你就是在有点找麻烦 这是韩国瑜的自我认知有问题 事实上一个市长 当议会这个来背询的时候 那个反对党议员 那个舞台就是反对党议员的舞台 事实上你自己也有舞台 对不对 当你要做市政报告的时候 舞台就是你的嘛 这是民主的这种轮替 跟民主的互换 跟民主角色的这个 不同的表演啊 你总要尊重民主啊 人家也是一票一票选出来的耶 对不对 当然人家的票比你少 你当市长 可是可以这样子胡来乱搞吗 尤其是许坤源 恶名糟糟 以前他怎么欺负那个陈菊的 他以前直询的时候 这个博卫在我们节目说过啊 他骂这个陈菊 阿爸 阿爸 对不对 你市长做这款型 对啊 把他骂的都形容词 对非常非常的恶劣啊 他怎么这样子啊 其实在场大概有 在背询台被询问的 我大概是其中一个啦 其他都是在民意机关里面 其实呢 没有做 行政官员到议会议场去背询 本身你要有个自觉 你是相对弱势 因为议长他在你议员咨询官员 一定是在议员这边 顶多什么时候 议长是中立的 就是当议员跟议员 真的有争执的时候 议长会中立的去采取 如果说是议员咨询 市长咨询官员 那议长一定是出来 来维持秩序 就是那个议员问你要答 应该是这样的关系 但是我看到可能高雄市议会的 生态比较特别 议长怎么变成是 不只不帮议员来要求官员 正确的答询 反而去介入议员的咨询 这个的确是比较少见 不过我个人还是被 他为什么这样 他认为他会当总统 这或许是许议长这样想 但是我真的还是很佩服 韩市长创造话题的能力 因为他这个说法 就是空军一号的说法 那个哈里逊福特 在二十年前那本空军一号 他后来从空军一号 跳到另外一架飞机 结果那架飞机的呼号 就改成空军一号 他说什么 总统在哪里 空军一号就在哪里 所以照他的韩国瑜的说法 总统在哪里 总统府就在哪里 所以以他的这样的说法来讲 真的高雄市马上就发了 因为总统在哪里 总统在哪 根本不用做任何的调整 坦白说我过去也这段时间 听过高雄市的员工一些回答 比如说有来导览 外宾来问说 你们市长在哪里上班 在市围有一个中心 凤山有一个中心 结果这个高雄市的员工说 我们市长很少来市政务上班 简单来讲 他说睡觉也是上班 他去夜宿也是上班 所以按照韩式逻辑来讲 市长在哪里 他就在哪里上班 他就在上班 上班的地方就是市政务 所以换言之 当他夜宿long stay的时候 那个地方就是市政府 所以由此可知 志鸿啊以后你们高雄市议会 市政府的修缮经会不用编太多 因为市长在哪里上班 那里就是市政府 这个观点给他确定下来 不过我刚刚听到说 这个之前 包括议员 除了有志鸿那样议员 也有像一个陈春雄 王毅雄这样议员 前有陈春雄 后有王毅雄 你们听到我说陈春雄 很有趣 是在民国76年的时候 32年前 那时候因为苏南城市长 宣布爱河整治完毕 马上有一个陈春雄议员 跳到爱河里 表示说爱河水很轻 上来这种口袋还是螃蟹 所以我说 如果高雄市议员 如果说不是像志鸿这样 是像那个王毅雄这样的话 他可以再更夸张一点 看市长宣布什么政策 还可以配合演出 所以我就觉得呢 这个前有陈春雄 后有王毅雄 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倒是觉得 韩市长如果能够把话题 变成议题的话 那就是说迁都 他把话题变议题 迁都啊 他如果很明确的告诉大家说 不是总统在哪里上班 哪里就是总统府 他说我把台北的总统府 我把台北的行政机关 搬到高雄来 这个会是有话题的 你们民进党选举 要跟他讨论这个迁都议题吗 所以我说 他只创造话题 你们民进党要跟他讲 维护首都主权的问题了 还跟他讲迁都 这个太天真的吧 他现在就给你转移议题 转移主题 到时候选举的时候 意识形态就不成为他的问题了 你们民进党马上回来 现在不是首都 是首都存不存在的问题 首都在哪里 这个已经不重要了 你选上之后首都在北京 连这种问题都答不出来 好吧 我来看看 对不起 对不起 现在中华民国没有首都了 我们国都没有定义 不管怎样 这个民进党在 现在因为在初选 我想请教一下嘉青 民党因为在初选 面对像这个韩国瑜 郭台铭这些强劲的攻势 其实一直没有一个系统的回应 你知道吗 我要不客气的说 只有我们在节目里面 做系统性的回应 你们赶快把你们的乱七八糟 初选结束吧 否则的话 那个民众都还搞不清楚 台湾还有没有执政党 后期我们是有系统性的 每天早上开完会以后都有三篇 像我早上已经改了三篇新闻稿 先是叮这个红袖柱的一国两制 再来是这个像朱立伦 好嘛 我请问你嘛 今天这个答复应该是民党就站出来 就说了嘛 有有有 哪里有首都迁都问题 是首都要被毁王的问题 灭王的问题 那蔡英文为什么回答说 韩市长你要去这个答复咨询都来不及 你们的幕僚智囊都有问题啊 不好意思再讲了 这个接下来将来你们民进党要面对的是 国民党的候选人 他们像孙悟空一样 72遍 144遍 看你们怎么办 难道要靠这些年轻的议员吗 靠这些年轻议员后面 民进党的这个高雄的 或者时代力量的议员 后面是像国民党的那些二把的 根本没有民主这个规则 根本像这个帮派老大一样的议长 这个是台湾的现在上的政治上 最大的危机对不对 如果许昆岩这样的做法 可以这个压制住民进党的议员的话 那他们就胜利了 所以你们民进党党团像林志宏这样的人 应该继续对许昆岩这样的行动 要采取更强力的反制措施啊 对不对 那我看政治干太久了啦 我们来看你看啊 韩国瑜不是没有做法的 他采你们民进党的高雄市议员 然后他有那个许昆元 反正不按法律出牌 不按照民主出牌 帮他做为事 然后还有像王毅雄那种 这个国民党的没格的议员 还拍拍手 然后呢 然后他要打的人他知道耶 他知道要炮打党中央 让党中央不敢不替他开门 然后他还讲郭台铭做生意 跟治理国家不一样 讲得还头头是道了 你自己不是靠做生意起家吗 不是他治理都由治理成一样 你不是说你在北农做这个 总经理的时候是卖高丽菜 他在选市长的时候是卖高丽菜的啊 对对对 他这样讲 然后呢 他还说郭台铭的十万元创业 现在变大企业 这个过程很辛苦了不起 右手右脚可以进白宫讨论 左手左脚进中南海 很多拓职 但是要克服很多事情 这个也是在讽刺他吧 因为没有人右手右脚进白宫 左手左脚进中南海 那样子就已经分成两个人了 就已经撕裂了 郭台铭有非常成功一面 但是现在起开始角色要转换 转到政治轨道来 你看哦 他自己不是说政治零分 经济一百分吗 他做高雄市市长 我会觉得郭台铭 只要讲一句话就好了 你说高雄市长的时候 你说经济一百分 政治零分 然后现在你回过台 做候选人的时候 结果他这样子 这个脚踩人家郭台铭 那其实郭台铭 对他的威胁是很大的 没错 因为郭台铭走到中间 郭台铭讲一中个表 郭台铭讲两个中国 因为在郭台铭还没有出来之前 其实国民党内部 就是要拱他嘛 因为已经透过了韩国瑜 他在酝酿许久 到底他要不要参选 或者是他这个参选的方式 非常特别 他这个是 我不主动参与 这个初选的这个方式 那但是因为郭台铭的 这个出现 那导致说 他在国民党内 目前的这个声量 其实是受到很大的 这个挑战 那我们从很多份的 这个网络分析 我们也看到 其实韩国瑜 他的负评是增加的 那但是他的正评 却是减少 声量虽然还维持在 他还是有被讨论到 但是呢 你现在去对比了 这个郭台铭来讲的话 韩国瑜的这个胜算 不像过去那样子的 稳超胜算 所以他现在当然 他其实我觉得从昨天 或者他现在在议会 完全都是政治动作 他的政治动作 就是对民进党呢 完全是一种不屑 他对于选民 也是一种不屑的态度 你们只要要问他 任何跟高雄市政相关 他就回答你一个 高雄发大财 来激怒 希望能够透过激怒 高雄市议员 民进党高雄市议员 然后让他在 所有的媒体上面 会有更大的一个版面 然后来压制住 这个郭台铭的这版面 另外呢 他挑战到的 就是像郭台铭 他刚才的一些 治理的部分 其实不客气的讲了 郭台铭在怎么说 也是富士康的老板 全球的地球总裁 跨国的负责人 他会比你差吗 比你韩国瑜差吗 我们如果就现实 这个时间点来看的话 你连高雄市的 很多的问题 你都回答不出来了 你的高雄市的治理 又治理成怎么样 你怎么好意思去挑战 人家鸿海的富士康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让很多人看到 其实现在在韩国瑜的脑袋里面 他其实他昨天在接受访问的时候 脱口也说出了 所以说出这个迁都高雄 如果我当上总统 迁都高雄 这是他第一次 他从他的嘴巴里面 他主动表达意愿 要参与总统这回事 所以可见 他其实过去 他在高雄市议会 人在魂不在 他其实就是要想要 每一天都来台北 或者是占据所有媒体的版面 要告诉大家 我韩国瑜要选总统 你们国民党 一定要给我选总统 迁都高雄 这个太慢了 就迁都北京好了 比较快一点 好这个杨秋新 其实我不是很喜欢他 因为我觉得 他背叛民进党 然后他又去跑去 这个去支持这个韩国瑜 等到韩国瑜没有给他一个什么位置 然后他又跑去这个支持 这个郭台铭 可是我不知道杨秋新 现在高雄 到底有多少的动能 但是事实上 这个在高雄 韩国瑜的选票这么多 跟他的三三肇事 跟王金平是有关的 那这个王金平 现在的政治主张 跟郭台铭一样 因为他说 他是中华民国派 所以很多人说 这个郭王沛 会是一个很强的 一个组合 对民进党来讲 才是最大的威胁 好这个杨秋新说 早知道他要选总统 就不会支持 那很多人说 他是诈骗集团 这也是废话了 政治本来就是这个 某种程度的 你无法预期的未来 他说 这个有没有进入 郭台铭的团队当中 他说他已经在 拱他参选总统 那现在有这个机会 那韩粉就骂他 骂他是奇强败 还好啦 这个对这个杨秋新的批评 没有到威胁生命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 这个志宏你看 杨秋新他的表态 还有就是现在看起来在台南 最新的民调 这个显示出 其实绿的这个板块还是很大 看起来中南部 我们也看到了这个 其实赖清德跟蔡英文的支持度 在中南部 云嘉南 这个跟南高平 他的这个支持度 其实这个赖清德跟蔡英文 都是这个高过韩国瑜的耶 那而且他现在这个趋势是这样子 你觉得韩国瑜 他玩这种迁都的游戏 或者是他在高雄继续 这个跟议会的议员对抗 对他的选情会有帮助吗 我看了这个寇姐一直在公布的 这个民调很 细部的分析 我一直观察高雄市的民调趋势 从四月起他的四成变到三成 现在变成两成九 代表是说高雄市的 韩国瑜的支持度 在高雄市的部分 代表是说高雄市民对落跑市长 这样的行为是不能接受 所以他在高雄市的部分 会一路往下滑 所以说其实高雄市 基本上对韩国瑜来说 是一个重新找到政治生命 重新崛起的一个 对他来说人生很重要的一个城市 他把高雄市当作跳板 现在有机会选总统 所以他接下来不管怎么样 他如果代表国民党去选总统 我们就强力要求说 他一定要辞到高雄市长 因为他第一个 他把高雄市当跳板去选总统 假设他把高雄 他不辞到高雄市长的话 去选总统 他等于是说把高雄市当作备胎 他等于是把高雄市当作手中的工具 来玩弄 不把高雄市民所对城市进展的期待 放在心里面 所以谈后来 就是说刚刚讲到这个杨秋新的部分 他这样的反应其实其来有致 过去在高雄市的时期 杨秋新的执政的确留下很多的成绩 但后来因为他的这个政党的倾向转变 也造成很多大家都要批评 我有一次在这个高雄市府 他们开两样小组 工作会议的时候 杨秋新是被他好像勉为其难 聘为这个副召集人 在现场他们多难看 他是一个副召集人 他们在谈两样工作小组会议里面 居然杨秋新在公开 再跟这个韩市长拜托说喬行程 就说哪一个哪一个那个省份的一些团 要来 你是中国的客人 对对 要来这边要跟他做见面 安排不到行程 他当场在会议中去喬 说是不是几月几号的时候 韩市长有时间可以接待这些来自中国的朋友 这样 所以代表是说 其实杨秋新在被韩国瑜利用完之后 一脚踢开 完全没有把杨秋新放在眼里 杨秋新在高雄县还有既有的他的地方 市里人马存在 这些人在地方上非常的不满 现在就是他们就是已经整个就是集结起来 要反韩 所以现在开始挺郭的这个这个部分开始出现 不可能韩国瑜认为杨秋新对他的这个威胁伤害不大 他连王金平他都可以翻脸不认人嘛 对不对 那可是其实现在这个状况当前那当前的状况是那个被汪洋训斥的那些所有的媒体 全部都是韩天一号 韩天二号 韩天三号 那大部分的这个网络媒体呢 那里面的网媒也都是韩国瑜的啦啦队 在这个情况之下 其实对国民党的其他候选人是有帮助的 那我来这个请教一下原知啊 那个汪洋啊 他这个训斥媒体啊 据说啊这个他讲完这些话的时候 现场很多人不以为然 但是没有人敢公然呛吓 那这个也没有人啊 这个能够这个对汪洋的这个谈话 回来台湾之后做出某些声明 现在都鸟缩散都不见了 也没有看到怎么蔡衍明先生 那个汪洋不是说 你说要坚持九二共事很辛苦 然后还说将来统一了之后 就怎样怎样吗 那所以在这个情形之下 这个状况对韩国瑜而言 他的那个媒体造成的张力 慢慢的会被降低哦 因为台湾人才发现 这些媒体原来就是所谓的 这个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的台湾的宣传工具吗 在这个情况之下 韩国瑜的对你们党的威胁还有这么大吗 你们党的初选 难道不能够这个公正公平吗 还要为他来开一个什么证件发表会 不要辩论会是不是 那个客人 像我有看那个汪洋 在跟大家发表演说的那个场景 我看到我们那个胡志强 前副主席也在现场 我相信他们现场听到应都三条线 应不知道说为什么 黄雅会不会讲出这一番话出来 他们可以现场反对啊 出来讲话 又没把人家又没把你嘴巴 用三二八十挡起来 那么你回来之后呢 都十二号都回来了 今天已经十四号了 没见到他们几个人 只有一个石敬文 是我老朋友 以前的胡志强的新闻局长 他这个说他是代表的是 这个女记者协会的荣誉顾问 而不是天下跟那个远见的这个顾问 然后他说 我就问他说 为什么现场没有人反弹呢 没有人这个 这个有提出反对意见 他说大家是客人 可是至少你们这些参加的人 名字都被人家都这个念了半天了 好意思吗 在你们的人生的记录里面 你们就是去聆听汪洋 听去 叫你们这个一国两制台湾 好丢人啊 所以我觉得他们现场 不可能会认同汪洋的说法啦 只是说因为他去参加这个论坛 其实他论坛很多议题啦 比如说新媒体啊或者是两岸的交流 那但是因为汪洋可能以主人身份接待他们 然后忽然这样讲 大家我想因为基于礼貌啦 现场去呛他的可能性也不高啦 但我觉得可以观察 有一个强盗要到你家来抢你的时候 你基于礼貌要把门打开让他进来吗 就是说 业员之议员 其实我们譬如说我们把那个立场反过来 就是说蔡英文总统如果发表演说 然后现场很多大陆媒体 那蔡英文总统一定是坚持台湾主权嘛 那我想大陆的媒体也不会公然的去呛 蔡英文总统 他们有啊 他们常常在呛的啊 那但是如果是采访的话 他发问可以啦 但是如果说只是一个会面的话 那又不一样 那我觉得可以观察是说 这些媒体回来之后 有没有把汪洋所讲的东西发扬光大 如果大家是在现场听听就算了 我是觉得应该是没有什么好苛责的 但是如果说回来之后 大家去宣传一国两制 那又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到目前为止是都还没有看到啦 那第二个就是 柯也讲的说 汪洋跟这些人训斥 跟韩国瑜的关系 我觉得其实因为韩国瑜 他已经多次表达 他不是支持一国两制 包括在高雄市议会 他都摸他心脏的时候 他反对一国两制 他支持的九二共识是一中各表 我也是相信他不会去支持一国两制 那至于说为什么国民党现在的初选 会就是把他被动纳进来 其实这是一个 是保他吗 这个有人认为是保他 那因为他本来 我先说明一下 郭台铭昨天有三个诉求 他说希望能够公平公正公开 好可怜喔 你现在终于知道 公平公正公开多重要了 所以你说民主不能当饭吃 可是你说错了 民主就是你现在要的饭 总统的饭 就是公平公正公开 他希望初选办法纳入手机民调 那比例多少将有党中央决定 建议党中央举办公开证件发表会 辩论会有候选人公开回答 党员媒体公平代表的提问 他讲得非常好啊 那很公开 这个公平公正啊 然后呢 结果国民党是说 纳入主动表态参选者 跟有机会胜卷者 这什么意思啊 这个就已经非常不公平 不公正不公开了 手机民调弊大于理 不要做 确定不办辩论会 不过有媒体主办辩论会 参选人可以自行决定是否参加 所以人家说这是饱涵啊 你们朱立伦应该出来抗议啊 对可以讲没有错 我觉得国民党内可以 可以说必须要坚持公平公正公开 只有两个人可以讲这句话 三个人啊 朱立伦王金平跟周喜 只有一个人不敢讲啊 郭台铭也没有资格讲这句话 为什么 如果说要办一场公平的选举的话 他根本没办法参加 党员的候选资格是被特权 他没有党员资格嘛 所以其实他也是受益者 那至于说国民党现在 为什么会改变制度 让郭台铭也可以纳入 是因为我们希望能够推出个最强的候选人 韩国瑜可以纳入 韩国瑜也可以纳入 那就说因为我们想推出最强候选人嘛 这个我觉得很多政党都做过这样的事情 像以前民进党也帮陈水扁改过后 四年条款 国民党帮忙19改过排黑条款 目的都是为推出最强候选人 所以这一次国民党选举 本来就不公平 已经不公平了 那所以郭台铭 我觉得不要自己已经受益者了 还要去主张说 我要一个公平公正选举 我觉得第一 他的坚持的第一点 我认为是没有道理 但是我们认为应该推出最强候选人 所以把郭台铭纳入 韩国瑜纳入 去跟朱立人王静明比 我个人是可以接受的 反正现在就是比民调 谁赢谁就出现 就代表国民党参选 那至于说在整个选举过程当中 要采取什么样的方法 比如说要不要手机民调 比如说要不要辩论 我觉得这可以讨论 可是我们不能够把这个办法 讲无限放大 放大到会伤害到 我们现在的选手 例如说我们 其实我很担心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国民党的候选的民调 逐渐下滑 像有苹果日报最新的民调 现在唯一可以迎来清德 只剩韩国瑜 而且他领先的幅度只有零点几 那国民党如果再只有零点 零点一 如果再内乱下去 好比说我们硬要搞一个什么什么辩论 然后让大家撕杀来撕下去 然后搞一个破坏团结 那我们国民党到底还能民可文哲 那不得好 很好啊 这跟你们可以怎么关系 这韩国瑜自己在议会里面草包的形象 被大家揭穿好不好 那这样对你们朱立伦才有利啊 你为什么我每天替你这个朱立伦着想 你都不替朱立伦着想呢 这个选举就是要有公正公平公开的一个制度嘛 这国民党现在乱成一团 而且呢你替这个韩国瑜量身定制 那其他的候选人怎么想呢 我们现在看看 国民党的武敦玉主席跟郭台铭见面之后 然后呢人家要求一个辩论 他结果呢他的意思是要媒体辩论 我党中央不办 然后党中央照收钱 这个好像开那个 开什么这个收钱那个 这个大会式的 只看钱不看人吗 这样子这种种种的做法 从民调上看起来 对韩国瑜是不利的耶 你量身定制韩国瑜 给韩国瑜特特特特权 其实对韩国瑜并没有帮助啊 高举标语呛瞎蔡英文 角逐国民党党内初选的朱立伦 和十五位党内立委 大动作召开蔡英文执政三年 总检验国际记者会 检释蔡总统施政成绩单 蔡政府他得到三个一百分 拼正是一百分 廣华对口反中恐中也是一百分 还有一个一百分 就是意识形态一百分 而真正民众关心的拼经济 零分 朱立伦开战场猛批蔡英文施政 冲神亮 只是前一晚在脸书用一曲 心事谁人知说心声 落差这么大 是暗指党内初选 得受委屈吗 这首歌是很多男性的心情 对不对 我们现在男士很多都心疏虎人在 面对韩国瑜郭台铭两位蓝银当红炸子机 话题不断 加上周三国民党中常会定调要通过初选特别办法前 韩国瑜表态愿意接受征召 这样里应外合 根本为韩国瑜量身定做 党内太阳似乎陷入被边缘化的命运 国民党一定要退出最强的 第二个国民党绝对是比好不比赖 党内的初选只是一个 我们看谁最适合代表国民党 我们有一个明确的规范 让我们大家能够成为一个民主的示范 我们对手是谁 我们对手是民进党 明天办法才会出来 等办法出来我们再来毁业好不好 选应该会选吧 那只要被动时的选吧 应该是啦 国民党太阳门冷处理 但面对初选规则一变再变 和团结又那么容易吗 国民党中央也是次次被韩国瑜给禁闭 那韩国瑜在这个总统条件上面 其实是一次一次的 把他的弱点都公布出来了 而且把他的弱点都展现出来了 但是朱立伦为什么要炮打蔡英文呢 我先请教一下嘉宾 朱立伦怎么把炮口对向的这个蔡英文 蔡英文又不是他党内初选的竞争对手 他党内的初选竞争对手是郭台铭 韩国瑜跟王金平 这很自然啊 现在两党各自想要进逐总统初选提名的人 都要往党外去找对手 所以呢 除了韩国瑜啦 因为韩国瑜他是政府宇宙 所以他不需要到国民党去找对手 但是呢朱立伦我觉得 以朱立伦他要来参选总统 他要取得党内提名 其实他未来是有成长空间的 但是呢最可惜的是说 目前国民党内声势最强的 在几个可能的候选人当中 韩市长是最高 但是韩市长的民调或知识程度 已经萎缩到不可能再突破了 也就是说他可能是国民党目前党内最强的 这是在党内出选的逻辑是没有错 但是一旦他得到提名 他未来 我判断是没有太多成长空间 反而是朱立伦市长院长 比较有可能有成长 但是呢很可惜的是 在未来大选有可能成长的人 却在目前党内 他没有办法比得上坚实的韩国瑜的支持者 这是目前我觉得两党都有遇到各自的情况 各自在初选内 他必须寻求党内 会挺党内的支持者最高支持 那也就是说呢 我是觉得包括 朱市长可能他就打算说 好那如果我要争取未来大选的入场券 我再跟韩国瑜进入党内的支持者 其实比不过韩国瑜 不如我把炮火往现任总统来比 让大家凸显说 谁比较有总统的高度跟格局 可是话说回来 可能大家觉得韩市长怎么最近 他的表现 他的议会的应答 好像越来越死板 越来越贴板一块 好像反而不得到过去喜爱他的人的支持 这不是没有原因的 我觉得韩市长是深思熟虑 他现在只要放软 他现在只要妥协 他现在只要不能够坚定的 对所有攻击他的人 予以强硬的回击 那他的坚定的韩粉 可能就会松动 所以呢我觉得目前韩市长 所做的这种事情 或许我们觉得他幼稚 或许我们觉得说 他可能越来 人家说地瓜粉 这样的一个表现 其实他是有策略的 他的目的是要坚定既有 对他支持者的继续支持 他才能在国民党的各个候选人当中的互比当中 他持续保持领先 不是光靠韩粉是没用的 因为韩粉有一部分 现在已经变成郭粉嘛 对不对 这个大部分 有的时候你们说猪粉跟韩粉 这个是差不多的 但是事实上现在 现在我们至少看到媒体上面 韩天二台 韩天三台 有很大的转向是支持郭台铭 那更别讲 在这个中国跟美国的贸易战开打 这个情况之下 那台湾的角色 以及中国跟美国的对视的情况之下 那中国对待台湾 他又有这种统战上的这个需求的话 那他越压制台湾 其实呢 对国民党的候选人 对国民党的政治人物来讲 压力就越大 你看哦 汪洋他在第四届 就是说北京的两岸媒体的这个 所谓的交流的这个高峰会当中致辞 那其实他以前也致辞过 可是以前在台湾有这么大的反弹吗 没有哦 也就是因为前三届没有那么大的反弹 所以呢 他们才敢有恃无恐嘛 就由这个类似broker一样的人 带着一群人到这个中国的面前去朝贡 哎 这个朝贡真的是很可怕 其实我刚才讲到这个世界女记者 跟作家协会荣誉顾问石敬文 他是还蛮有是非啊 跟这个羞耻心的 因为他第一届就去 他是为了要去参加一个圆桌论坛 这个圆桌论坛当中呢 是有影视的这个文创 他说希望他在文化艺术推展 在台湾没有办法接触 所以他希望能够参与这个活动 那可是呢 由于把他报道的名称错了 然后他就开始 昨天呢 他很认真的 要联署 去这个上电视 还跟我广播电话连线 而且还告诉非常多媒体 连新闻查核中心都已经把它更正了 那可是呢 为什么当下没有人敢这个 敢抗议呢 为什么没有人集体的有 不一样的说法呢 他说啊 他说其实那个拍照的场合 大部分人都没有注意听 那当时很拥挤 大家排排站 像是在合唱台上的台上拍照 要如何从台上跳到台下呢 那为什么没有联合声明呢 他是同意要有联合声明的 所以我非常非常的建议 蔡衍明 董事长 你应该把这些 所有跟你一起参加的人 因为他们名单全部都被公布吧 那大大小小全部公布了 里面好多我的朋友 那你们应该签一个声明说 你们不是要实现 和平懂一跟一国两制 你们是独立媒体人 独立媒体人在场合里面 在这样的场合里面 被当成是一个统战的工具 何其羞耻 何其窝囊啊 我要请教一下博威 我要讲之前我先说 马席会的时候 他们把我们当统战工具 记不记得张志军的记者会 三个问题就要走人 我还问了他 结果他也不理你 马英九把我们当统战工具 问题都是已经讲好的 不准人家问问题 我一直提问 结果呢不点我 不点我 我们自己的媒体人还骂我 狡局 你们这些没出席的媒体人 没有国家立场的媒体人 把台湾的媒体的人的脸都丢光了 历史上面会记载你们的啦 博威 国民党这个对 刚刚听到袁之兄的态度 他们对共产党这样子去讲 我们侵害国家主权的言论 是相对比较软弱的 那同时是在 我们看到高雄市议会的许坤源 他对他那个民进党的对手 他是强硬 我们说这个叫欺散怕恶 换个方式讲就是 他觉得某些国民党的人 他们可能觉得共产党才是自己人 对岸的共产党是自己人 而民进党是他们的敌人 这个是台湾这个国家 目前最大的问题 我们把海外的人当自己人 把岛内的人当成敌人 为什么会这样子讲 台湾的政治制度某种程度上 他有一个很缺点的地方 就是我们过于塑造个人偶像 英雄主义 导致于个人大于政党 政党大于台湾 可是这件事情应该要反过来 韩国瑜的出现 其实某种程度 他也伤害了国民党 因为他们那样过去 他大于国民党 国民党怕他 他觉得他大于国民党 所以他现在一直在颠覆国民党思维 你现在以前有听过国民党的人 在喊首都南迁吗 以前都是民党在喊的 为什么韩国瑜敢这样子 媒体是很直接的关系 所以这次汪洋去讲这个话的时候 所有的媒体今生 这个不是什么礼貌的问题 我举一个例子 你看日本或韩国 如果去参加一样的协会 他们在上面讲说 韩国自古以来是中国的一部分 你看韩国人会不会气得 马上当场就走 日本如果讲说 如果跟日本的记者媒体讲说 你们那个很多报道都写错 回去要讲你们南京大徒 他是你们搞的 你看那些人会不会翻脸 当场就走 一定会的 为什么我们还要去勉强的 这个是礼貌 然后他是一国两制 和平统一的 这个这个 这是他们的主张 跟我们主张不一样 这种心态就是导致九二公司 会一下子流传二十年的原因 从来没有共识的东西 然后我们假装因为礼貌 他的主张跟我的主张不同 我允许他 这个是言论自由 这个叫做侵略 侵略国家主权 中华民国要被吃掉的时候 我们过去这些觉得中国对我们没有敌意 我们还要再跟他保持礼貌 这个都是问题 所以我们今天台湾 基金党昨天举一个 开一个这个护台 房中的立法行动 他不只是一个单一的立法行动 因为过去我们看到 今天民党立委最近已经陆续在推一些东西 可是他比较偏向是 比如说出版的自由 言论的自由 媒体的自由 他是一点一点在抓 那像国外澳洲 美国他们在做是一个完整 系统性的 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自然就引发社会讨论说 到底谁是敌人 谁是自己人 难道在首都北京的那个 真的是我们的自己人吗 我差个话 是 其实刚刚那个博宇说 没有错 博宇说 就是他们现在在推一个外国 登代理人登记法 这是美国有的 那为什么要针对什么 就针对媒体 今天时代力量有说 对于这种唱和红色媒体的 要给他取消执照 我是一百分赞成的 是 事实上呢 刚刚扣姐到这个石敬文女士 我是佩服的 如果这么多人当中 他觉得应该回来 要进行一个连署来表态 我觉得这是对的 但你要知道 吃人嘴软 拿人手短 这些媒体人去参加 第四届两岸 媒体人北京峰会 你说人家为什么敢吃你豆腐 为什么你当场不敢翻脸 你的旅费 你的住宿 你的招待 敢不敢人家事后给你公布 有没有拿过中国的广告 也就是说 今天如果你有把柄在那手上 人家邀请你去 因为喂很久了 给你很多了 如果你去那边 你敢跟他当场翻脸 人家说好啊 你敢翻脸 我会去公布啦 过去你这个媒体 你这样媒体 你拿我多少广告 我给你下多少单 一清二楚 所以为什么那么多人 在那边 事后摸摸鼻子 不敢都晋升 现在这个名单 网路上疯传 但是只有天下远见 这位石小姐 她说 她不是天下远见 她是女记者协会 但她也去了四次 我当然对静雯姐 我是佩服的 但是她也去了四次 这个过去三次 跟这一次的内容 我想不会差太多才对啦 那为什么在第四年的时候 才反省 不过我还是觉得 亡羊补牢 游位玩矣 今年能够反省 我觉得还是值得敬佩的 这些人很多我认识的 我昨天讲过 荣府天跟黄庆龙 是当年从联合报 出来办首都早报的 那个首都早报的 创办人是康宁祥 是报禁解放以后 台湾的一个独立报纸 本土政权的关怀者 联合报系当年是 天安门事件之后 把柴林这些民运分子 救回来的 然后这个中国时报 他们的记者 在天安门前面 跑这个现场的 被子弹枪击 中国的年轻人 那个时刻前两天 我也在北京 那个叫徐中茂的 被榴弹波及 到现在身体都不好 你们难道不羞耻吗 我最后最后以两句话来总结统战 统战并不是要把你们打到台湾人 所有人都承认自己是中国人 统战是要降低你们的危机意识 也就是刚刚达到的那个效果 就是错估情势跟错分敌我 把他们当成是我们的自己人 统战是有用的 统战非常有用 我想这个民进党最知道 你们现在中南部的电台 有非常多的小型电台 他这次他邀请的电台的人 全部是中南部的小型电台 因为这些电台原来 就是社区的是清律的 现在很多小型的电台 经过这个长时间 十几年的这样的努力 在什么各个地方的台办 天津台办 国台办 什么其他的地方的台办的 穿透努力之下 都已经透过了所谓的落地招待 等等的这个礼遇 都已经变成就变成蓝的了 这个是很多人这个告诉我的 你看然后他所接触的媒体 其实在台湾很多是不入流的媒体 你看到那个名单 他把你当成坐上宾一样的来处理 那你就变成了他的船身筒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 他的统战的气球是无孔不入 今天这个自由时报就头条不是说了吗 他这个利用了一家这个图书公司 一个叫秋水堂的图书公司 叫这个老板呢 这个秋水堂书局 来做一个2019年台胞青年下令营 北京重庆分营 16000块钱呢 可以去11天去这么多地方 去北京 然后玩 然后还到这个 其他的地方 这个长江玩啊 这个到 是三峡 重庆 然后回台湾 11天才16000块 包括了机票 然后这个呢 是16500块 然后呢 填写报名表 然后联络人呢 是这个人 网友什么东西的 然后邮政划播的户名 是中国统一联盟啦 中国统一联盟 大辣辣的帮他 透过秋水堂书局 帮他来这个 招揽人做观光 那他的这个 小学到大学生呢 全部渗透啊 这个对台湾的校园统战 台湾的小学生 海峡两岸和平 小天使互访 这个主办单位 是共青团的组织 全国少工 然后呢 这个中华企划人协会 2019年3月 台湾对口单位来主办 还有2004年 已经开始办理 台湾沟中生 优秀中学生 中华文化研习仪 山东近南市台办所办的 2015年起 台湾中小学师生家 百校签生计划 江苏省政府 2019年台湾大学生 台湾的青年夏令营 如果他的 中国是真的 往民主自由方向来改进 那我觉得去 也无所谓啊 就是我们看到一个进步的 一个不强害中国 而且他让台湾 跟他可以和平共存 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 可以和平相处 那我们的人去也就罢了 要请教嘉庆的是 我们的人去就是被洗脑啊 那被洗脑的结果是 我跟你讲啊 你们民进党政府 还是要被谴责啦 这个今天人家时代力量 就还比较快一点啊 说那些红色媒体执照 要这个 来这个被禁止啊 可能要先修改广电三法 那不管怎样 这个我告诉你 我是蔡总统 我就叫我的国安单位 把蔡衍敏找来约谈啊 我同意 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做不到吗 我同意 寇后姐说一定要有一个态度 先表达出来 这件事情我同意 那当然法律面有很多 还是需要有一个比较完备的 这个修法的过程 但我觉得这个统战 统战之所以有用 他会去挑那些相对在意识层面 比较没有那么清楚的人 所以他故意现在放中心在什么 我们所谓的三中一清嘛 过去我们民进党的最 太阳化学习之后 对最重要的基本盘里面 太阳化学习是2014年 2015年这个国民党大书 2016年国民党大书 可是2018年民进党大书啊 国民党的九二共识的支持者 他是大赢啊 所以佳晴这个难道 难道民进党这一段执政时间 不需要为你们的这个 在某种程度上 对于中国统战的反制措施的软弱 不需要负责吗 很多人都问我国安局 是不是有匪谍耶 我想这个台湾是一个民主的社会 那中国就是利用我们 这个民主的机制 想要透过民主机制 来侵害我们的主权嘛 然后让台湾的人民降低了自己自我的意识 那所以在这样的过程当中 其实民进党采取的策略不是说我们就用这个对战的方式来处理 而是怎么样更加落实民主的一个机制的方式 比方说我们把公投这个这个相关的一个制度 让他可以幅度变大 或者是说我们让很多的具体的法案 能够强化台湾人的自己在行使自己主权的意识 或者行使法律的权利上 我是觉得说中国虽然一直想要影响我们的年轻一辈 可是事实上的结果年轻一辈的很多人去了说玩一玩回来还是台湾好 对但是他们没有像以前这么反对中国 全世界现在最爱中国的国家 相对来比台湾是非常爱的一个 我告诉你我刚刚去过旧金山跟洛杉矶 而且还有一个 后姐我比较担心的是说 中国国民党在台湾这么久 他到现在为止也还是心向中国 而且是跟中国共产党一个鼻孔出气 你看今天 你是转移话题了 我要问你们民进党的国民 国民党局到底有没有做好反制措施吗 我光讲这个你们好 大家这个这个非常的这个气愤 那民间这个回应的澎湃 那对于所谓蔡衍明带队前外交部部长 前外交部部长 人家老共是怎么样对你这个外交上面是怎么见面你的 胡志强部长 你有没有良心啊 当年我们跟韩国断交 跟沙烏地阿拉伯断交 跟这个美国断交 跟日本断交 跟那么多国家断交 你的朋友里面有个叫潜伏的 还曾经因为我们断交 还拍桌子骂人过 断交的那个悲惨的场 惨烈的场面 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做的 结果你坐在汪洋前面 人家叫你一国两制 叫你和平统一 你一句屁话讲不出来 你丢不丢人啊 你们民进党连这个话都讲不出来 只有吴钊燮讲了几段 就搬下去看国民党会不会出来反对 为什么不办呢 我支持啊 我在态度上我是非常清楚 我也支持应当要对某些事情 那为什么蔡总统强硬不起来呢 寇寇姐我们现在已经在推外国人代理法 通完以后1月11号 已经首都签到北京去了 我告诉你在去年11月24号之前 我们就在节目里面讲过多少次 我最气愤的是11月24号之前 总统府蔡英文总统身边的亲信幕僚 跟我们说啊 我们有证据显示啊 这两大报系去见汪洋啊 他们可能有交换什么利益啊 然后呢有网络的媒体啊 接受中国的资金资助做民调啊 影响我们的选举啊 这个是这个 现在还历历在耳的说法耶 国安局的人也在立法院这样说呀 对不对 然后媒体也报道过啊 然后呢 老实讲我觉得 因为台湾是一个成文法的国家 所以你一定要有法律才能够 才能够去做一些的这个处理 但是我觉得这是立法院必须要去积极 甚至于说应该台湾现在面临 中国的这统战已经无所不用其机 应该是把它列为优先法案 过去可能可能觉得说 中国的统战只是只是冰山的一角 可是从去年的十一月二十四号 他是铁的啊 你一号撞上冰山吧 我觉得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其实是大过我们现在在处理的 包括很多现在我们在在街头 在争执的一些法案 人家美国人都已经告诉你千百次了 连彭斯副总统都已经去年八月演讲 讲的那么那么长 然后AIT天天在脸书上面 我觉得在那边市井 国内必须要有一个 先有一个共同的一个共识 就是到底中国是不是我们的敌人 他当然是我们敌人 他把我们当敌人 是 但是在台湾有很大的政党 有很多的立法委员 他并不把中国当成敌人 你们你们把中国当什么 你们国立党把中国当什么 那当共击海峡中线的时候 有人是怎么表示 没关系嘛 就过来一下 自由航行 自由航行一下 还蛮立委落选人 等等等等 这要澄清一下 我们已经才前几天才改过刑法 把国家机密保护法当中的敌国的范围 港澳大陆才纳进去 那时候国民党是不同意的 对 没错 我觉得这个是领导的态度问题 你在领导的态度上 像什么两岸的这个文化交流啊 他们我们都是互相的嘛 那如果说是有什么媒体高峰会 那你就告诉他不准办了嘛 因为他那些人要来台湾嘛 对不对 那其实手段都在行政上面啦 只是看我还是要呼吁 现在的政府当局 我一直觉得很奇怪 国安局我告诉你哦 到现在彭胜卓这几天都没出现哦 都是柯承亨跟那个陈文凡 那两位副局长出面面对立法委员跟媒体 陈文凡就是5月2号说 有中共同路媒体人的副局长 然后呢 讲好大声哦 大家灯好大 我们节目也讨论了 然后中共同路媒体 全部都去 去摸桶了 去听讯了 而且人家也 毫发无伤的回来了 搞不好很多人还签了MOU so 那你又怎样呢 这个难道不是民进党政府要负责吗 当然国民党也要有羞耻心啦 这个月圆子你们年轻一代 你们有政治前途的 现在郭台铭终于讲出了真心话 我不知道郭台铭是跟老共套招还是真的 至少他勇于讲 两个中国 一中各表 这个没有九二共识 有一中各表才有九二共识 他讲这些话之后 你们国民党也没人敢来骂他耶 没有人敢骂郭台铭耶 笑死人啊 就骂这个蔡英文 郭台铭我觉得现在因为大家都要参选总统啦 每个人把自己的两岸的主张讲出来是好事啦 那但是说 他不是两岸主张 他是两国主张 就是说 但其实马英总总统跟朱远也有评论了一下 郭台铭的说法啦 因为我觉得九二共识这件事情是一个历史 那历史不会因为你你重新的阐述 他变不一样啦 所以他的重新 错了九二共识没有 这个历史是被苏起捏造的一个名称啊 但是国民党过去一直讲九二共识一中各表 一中各表的一中就是讲中华民国嘛 那从来没有出现过两个两中啦 就是中华民国跟中华民共和国 那郭台铭他重新阐述了这段历史 那我觉得因为要选总统 你把你的两岸主张 你就看人家认不认同你嘛 就是大家有不同的市场嘛 那你们一直骂人家蔡英文 蔡英文讲的就是跟郭台铭讲的一模一样啊 有九二会谈没有九二共识 蔡英文的主张比那个啊 就蔡英文当年有两国论嘛 记不记得这个陈水扁总统时代 一直到他这一次选总统啊 李登辉总统时代 那后来陈水扁有一变一变过 那这一次他选上总统 其实你总而言之看 郭台铭的主张就是蔡英文的主张的浓缩版 然后你们的人居然不敢骂这个郭台铭 然后你说你说马英九怎么说 马英九自己骗自己 一中是中华民国 谁相信啊 因为过去我们国民党的主张就是这样 其实蔡英文她当委会主委的时候 她也讲过集中课表一中是中华民国 所以啊我非常希望郭台铭能够辩论 如果郭台铭辩论的时候 那好笑啊好玩耶 到底是一个中华民族下面几个国家呀 我有个问题是 那如果国民党的主张 国民党主张跟共产党不一样的时候 你要怎么说服人民接受 国民党可以说服共产党 因为他一月二号的时候 他就讲说我们要寻找一个 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的台湾方案 架构在一个中国的框架之下 那好我们现在假设 真的有人相信国民党 不管是相信郭台铭或韩国瑜 他真的能够拿这样子的九二公司 一中各表的九二公司 去跟共产党谈吗 你要怎么告诉民众说 我们国民党一定可以说服共产党 因为毕竟是国共两兆 国民提的很好 因为郭台铭现在就是这个主张 可是北京到现在没有出来骂郭台铭 没有出来批郭台铭 对 为什么九二共事的精髓 就是我们讲我们的 你们讲你们的 你也是不不了我 我也也是不不了你 但是我们就基于这个共识 大家两岸和平的发展 这就是九二共的精髓 一月二号的习近平已经跟你们讲 他已经紧说了 可是他这样子讲 我们还是讲我们的 然后我们有发生什么事情吗 其实也没有 两岸还是这样进行 其实最大的一个征兆就是说 所有你们国民党想要去选总统的人 每一个人在选前都必须要去中国 觐见某某人 来当作一个垫脚石 然后去那里表态 去那里歌颂 去那里讲两岸的关系 这个过程看在台湾人的心里 那是非常的不堪的 尤其是今年的一月二号 如果习近平这么大啦啦的告诉你说 我就是要给你一国两制了 然后你们还络绎不绝的 一路从韩国瑜 然后到朱立伦 到这个王金平 到洪秀柱 大家都纷纷的这样子不断的进出 甚至其实吴敦一自己想去 只是他因为国安的这个问题 他没有办法去 那如果国民党是表现出 所有的领导人是这样的一个姿态 老实说 我觉得台湾人民真的要想得非常清楚 我觉得不是两边各自讲讲啦 袁治 现在香港的逃犯条例 中国强制要让他通过 香港的一国两制 已经被这个逃犯条例打破了 以后在香港的人 随时中国可以把他抓到那边去 到北京去到中国去 如果香港的一国两制 在现在习近平的眼中 都可以用逃犯条例来给他打破 那国民党所说的一中各表 你说你的 我说我的 难道可以确保吗 这是我们的担心啊 所以你现在回过台湾 像这个汪洋说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 我跟你讲 以前的共产党的这个 他们的领导人啊 这个如果有台湾人在场的场合 里面要支持的时候 其实他们讲的是和平统一多 我没有听过 有人敢在我们面前讲一国两制 没有 可是他现在呢 就是 然后呢 完完全全的就吃定你了 结果你这一次 我再说一次 这一次 如果汪洋说了这个话 只有我们媒体在那边发言 只有我们的网友 我们的民意在那边抗议 只有有良知的少数的当天在场的媒体人 有一些些反省 而我们的国安高层混过去的话 那情况会怎样 柏维 情况会怎样 我想这个 我曾经被统战过很多次 我因为体育交流 文化交流 还有我是拍电影的常去 然后他们 我记得有一句话印象很深 你知道他进那种聚会 晚宴一定都会有一个统战部的 某一个官员在 然后他都会上台讲话 我没有听过和平统一 我也没有听过什么 不放弃武力威胁 可是这些东西从在从今年开始 态度已经改变了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我听过一个讲法 老台商 其实也有很多是所谓爱台湾的 不管他有没有民进党 他讲台语 那现在的我们去的 这一辈去的叫台干 那未来去的会不会变台老 所以大陆这个中国对台湾的 这个用人的紧缩政策 是其实是有在作效的 包括他们所谓的瑞实力 让你害怕中国 他讲过一件事情 我今天中国政府上 有四十亿要编预算 我买一台飞弹车来威胁台湾 这是一种做法 或者是我拿着四十亿 去买媒体的广告 去进入这个台湾的中下阶层 招待旅费也好 然后做文化交流 艺术交流等等都好 我为什么要花钱去买飞弹车 所以你的媒体执照在你的手上的时候 你就可以标给他媒体执照 这个带团的这个是有电视执照 电视执照是公众资源 社会资源 我们的国家是以特许的行业来处理的 我还是要奉劝蔡英文总统 你的政府跟你们这些立法委员 跟你的国安当局 你们不要拖了 你们这个只会用嘴巴上的 这种这个这个说法 然后不给我们行动的话 人民会给你反扑的啦 我看了太多年了啦 我连我这样的人 我在这个参加过的活动 也有很多啦 可是换过来就很简单 就是用钱去诱惑你嘛 一句话总结 民主需要防卫 国家需要疆界 我们不能够让外国钱 来影响本国的政治 任何角度都不行 怎么会法律是在你的手上 你竟然可以什么保密防碟的 这种这个修法都可以这么快说 那修法也修得非常的困难 那其他的也 那你有特殊方式吗 我不相信啦 一个手上有国家的 这个电视资源的集团 他做他做一个broker 把你拿去做交流高峰会 这个人你不约谈吗 笑死人哪 少在自己骗自己 至于郭台铭 他是不是在骗他自己 或是在骗台湾人 或者是他在骗北京 也或者是他在做他自己 我不知道 可是郭台铭的事业 现在在美国 媒体是强力监督的 这个The Bridge 他说三月份实地走访 位于威斯康星州的 Milwaukee的这个基地 看到傅斯康的创新中心 最后发现这栋建筑 虽然挂有傅斯康字样招牌 却只有空的会议室 无知识人时常不在办公室员工 当时傅斯康回应 在大楼不会空置 但是呢 The Bridge经过一个月后 再去参观 在5月13号看出的报道中指称 傅斯康的创新大楼 目前依然还是空荡荡 没有天制新设备 这是最新的报道 所以呢 他才进了白宫嘛 人家才说川普是叫他兑现他的诺言 对啊 拜托啊 他下个月 下下个月还有初选 还有将来有大选 那你如果没有实现的话 那你怎么办呢 那他这个参选也是啊 这个问题很多 政治面他提出来的是两个 两个国家 一个中华民族 可是他的这个市值已经蒸发了 这个有一千两百零六亿 在这个情况上看来 其实国民党的两个候选人 他们都有相当程度的弱点来嘉宾 这两个候选人都有相当程度的弱点 当然我还是要同情朱立伦 从这个王子这个候选人到现在 已经被卡珠卡到边缘人了 为什么他今天要唱新式神职 其实在今年一月的时候 朱立伦的民调啊 如果说是提名朱立伦 让他好好选下去的话 其实他有可能赢柯文哲 也有可能赢蔡英文 那这谁造成的呢 你敢公开讲吗 下次他不提名你了 好说的好 但是问题是 民进党现在初选 这个今天呢 赖清德还是有他的活动 然后蔡英文总统也有活动 那我们也不知道 民进党现在就这样安兵不动 到明天有中常会 明天中常会会干嘛 下个礼拜 五月二十二号好像是D-Day 那这个D-Day要干嘛 我觉得现在民进党跟国民党 都面对到一个很大的竞争 互相的竞争 因为呢 民进党是有初选有制度的 那要不要真的自己走 这是社会对民进党的考验 那国民党是没有制度的 那国民党要怎么创建出一个 能够说服现在候选人的制度 这是国民党的考验 但是呢 民进党实在是不应该来跟国民党比 如果国民党都可以初选定调 民进党的初选实在不能延后 你觉得是不能延后 那也没有要 你们现在到底要干嘛 不知道吗 明天中常会会开会讨论吗 明天中常会 大概不会辞职讨论什么事情 但是这个礼拜 我们还是会安排 就是两组这个候选人的阵营 各自要派出代表 进行所谓事务性的协商 那事务性的协商 当然也是为了初选做准备 一方面是所谓有没有证件发表会要怎么进行 另外一方面包括说最后的这个所谓民调要怎么来做 那有一些基本的原则 我们办法等等的东西总是要跟两方先做一些清楚的这个说明 然后也听取他们的意见 那最终这些资料汇整好以后会交到下个礼拜 5月22的中职会 做最后的裁定 让中职会做一个定论 那老实讲 站在民进党整体的立场 我当然认为说 越早能够有一个 就定位的候选人 对于我们基层的稳定来说 当然是会有帮助 否则支持者的这个情绪焦虑 然后大家各自可能会有一些不愉快的冲突 或者是一些语言上的一些冲突的时候 难免会降低我们的这个支持的力道 所以站在这个立场上来看 毕竟我们最终的目标是要赢得明年1月11号的先决 其实现在这个情绪 越能够在5月22号 大家就所有的事项做一个定论 让大家能够尘埃落定 我觉得这是最好的 对为了蔡英文总统好 5月22号 你那个打着你的招牌 常常出来做中职会委员 什么要联署 要帮你搞那个什么 选举要延后的那个人 最好离你远一点 蔡英文总统的初选最大的障碍 就是陈明文跟他的伙伴 我要请教玉惠 事实上蔡总统的民调 在某个程度上就已经 没有办法再超越了 所以他跟赖清德 现在还是有差距的 那手机民调这件事情 到底对谁有利 我问了很多的民调专家 他们不认为对任何人会有利的 然后赖清德在日本之行 对他自己是有帮助的 你必须承认这个状况 继续民调 蔡英文总统输的可能性 还是很高 品音的人士现在怎么办 我觉得因为现在我们 从网络上面的声量来看 它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现象 是绿营整体的声量是上扬的 那但是蓝营的声量是下跌的 所以是赖清德说我参选对民进党是有帮助的 因为是声量讨论的关系 对啊 那两条的曲线 那以赖清德的曲线的话是持平 那但是蔡英文的这个曲线角度是比较大的 所以我觉得现在如果说因为在目前这个时间点 因为刚才我们看到这红海的股价 你在今天下午的一点半的时候是七十九点七 那你面对 他参选的时候还有八十三块钱 是是 那所以你就知道说红海的股价在这一点 这个这几天我们就在讨论说 他已经跌掉了两个 那民进党出前线怎么办吗 这个阴系的人现在很焦虑 大家都怀疑阴系的人想要把它延后 不是现在的问题就是在因为五月二十二号 现在因为好最快的一个速度 到底什么时候可以进行民调 就是罗文家说的二八二九三十三一 有没有可能这么快 因为你这个当中如果说 如果说要进行政治这个辩论的话 还有这个政见发表的话 有没有可能在这么短十天之内完全完成 我觉得这是民进党中央必须要赶快 民进党中央那时候秘书长不是就准备好了吗 这个家庭上次中常会不是就说在准备吗 其实关键在于双方的这个协议 如果各自对于内容上的争议 彼此都可以接受对方的一些意见 然后综合性 那其实就执行面来说 党中央是绝对有一些执行能力的 办辩论跟那做民调 其实应该已经准备了